大家好,我是真实军 1976年8月,晚年的毛主席对身边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等人感叹 回望一生,我就干了那么两件事 第一,是把蒋介石赶到了海岛 抗战8年,把日本人赶回了老家 总算是建了紫禁城 第二,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 这件事我知道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这样对比之下,可见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晚年 最看重的事业 那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一场这样的革命呢? 本期视频我们只谈本质,无论对错 单纯看一看毛主席心中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样子 首先,关于革命这个词我们听到过很多 其实我们换个词可能更好理解,改造 而文化大革命其实就是一种改造 一种对于社会的改造 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标之一 便是想通过这种改造来建立起一个理想的社会 从古至今,理想社会一直都是中国思想和政治的传统 《礼记》中便有记载 大道之行义,天下为公,选先与能,讲信修目 大同理想是历朝历代所追求的完美社会体制 而毛主席便是希望能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将大同社会变成现实 以此实现中国人民的美好幸福 所以当我们站在时间线的视角来纵观毛主席的一生 便能直观地窥测出毛主席的想法 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建国,再到毛主席逝世 这里可以用两句话来总结伟人的一生 前半生是通过武装斗争来追求国家统一 让人民不再受动荡之苦 后半生是通过文化大革命来追求理想社会 让人民过上幸福日子 由此可见,毛主席的出发点都是把人民放在了第一位 这便是毛主席的初衷 1958年,在基本上完成国内统一和稳定后 毛主席关于理想社会的模式便开始浮出水面 第一件便是发动大跃进运动 这场运动一定程度地展现出了 毛主席所设想的阶级社会思潮统一 他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 应该是功能齐备的社会综合体 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一个大公社 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 在这里面,工农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生活 文化教育是反映这种物质生活里的精神生活 而全民武装则是为了保卫这种生活 以此消灭那些剥削人的阶级 这里我们用简单一句话概括 就是社会里的你我他是一个大家庭 比如在1958年成立的人民公社 大食堂万人生产队 这就是毛主席心中理想社会的基层主旨 是一个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工友 人人劳动人人完美的大同社会 经历过的朋友知道 当年原先村里的生产队合并组成了乡里几千人 甚至万人的公社 劳动任务下来大家一起分担 有饭一起吃 有食一起扛 国家有号召 每家每户都会迸发出最大的热情去响应 全国各个阶级同仇敌侃一条心 这个理想社会的设想是以平等为基本原则 它所追求的是通过以取消城市及劳力劳动 及现代工业的存在来人为的取消差别 取消劳动分工 取消商品交换货币等一切资产阶级参与 逐步去缩小工农差别 城乡差别 体力劳动 脑力劳动的差别等等 让全社会所有阶级都能成为彼此的兄弟姐妹 这里面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大食堂 吃粮票 商品券等等 最典型的运动就是58年号召广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以此来达到消灭工农 城乡脑力和体力劳动三大差别的理想社会蓝图 用通俗的话来讲 你是工人 我是农民 我们是一样的 要知道那个年代工人和知识分子在社会的地位是很高的 当然 这一步的实现 最重要的是人们应当具有高度的思想境界和觉悟 于是文化大革命也同步成为了一场意识形态的革命 想要达到便要彻底扫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影响 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破竹四角 以此实现人在思想上的统一 换句话来说 就是理想社会的基础是阶级平等 而阶级平等的条件需要人们的思想统一 文革就是来协助人们完成思想上的统一和觉醒 通过消灭一些根深蒂固的制度和文化来实现目的 像1973年的P0P孔运动 就是典型的废除旧思想运动 通过把孔孟几千年的那一套彻底推翻 以此来完成理想社会的奠基铺路 所以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 我们不难看出它的源头是为人民谋幸福 而毛主席的初衷是致力于如何改变中国人民的现状而努力 不管是武装斗争还是改造社会 对错暂情不论 一个人能用毕生的时间不为自己只为人人 就足以让我们对其仰慕 视频的最后 曾史军小说 作为一个讲真话的博主 对于文革的负面影响 我们要去反思 而对于做出这件事的动机 我们也要去精准识别 毛主席发起十年文革 虽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但初衷 其实也是希望我们这个世界 多些公平 少些剥削 多些美好 少些肮脏罢了 好了 我是曾史军 只讲真实的历史 如果你看完有所得 不妨点赞关注 交个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